对一款吸血鬼题材游戏来说 真正的考验不在于让玩家体验各种吸血鬼能做的酷券事情 而是如何展示这些经典吸血鬼的弱点 从而迫使玩家像吸血鬼一样生活 夜族崛起在这方面做的不错 从阳光载到大蒜等吸血鬼的经典弱点都有对应体现 同时还兼备令玩家印象深刻亮眼的艺术风格 和激动人心富有挑战的ARPG战斗体验 我们在抢先体验版评测中提到的 特别是在自定义单人世界游玩时的部分问题 制作组在正式版中将其解决的同时 也将这段让人心潮澎湃的游戏体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在游戏开始时 玩家作为一只新生的吸血鬼来到这片大陆 在这里人类已经将你的同类驱赶到阴影当中 这款暗黑破坏神加上生存建造的游戏混合体 并没有花太大篇幅来铺垫游戏的剧情 虽然各种各样的信息描述能让玩家对游戏世界观有一些了解 但直到很大一段流程之后 玩家才算迎来真正的主线剧情 玩家建好一个城堡 得到一份需要清理的敌人名单 从而解锁新的能力和更好的技术 然后便出发开始狩猎 好在这部分设计我并不是太在意 我也很喜欢在此过程中将点点滴滴的传说拼凑联系在一起 同时在沿途发现新的地区和势力派系 在抢先体验版游戏里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收集资源和等待矿石冶炼这两件事情上 而在正式版丰富的自定义设置里 玩家可以把资源产量和制作速度等设置参数 调整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虽然一些高等科技仍需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玩家总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总体而言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设计并细化庞大的吸血鬼堡垒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私人服务器中玩家的城堡可以建到六层之高 并且还有大量功能性和装饰物品可以解锁 像是诡异的漂浮竹台 又或是一个机长陆陆的宝箱 能将不需要的物品回收并换成组成材料 玩家需要持续为城堡提供血液精华 从而维持去运作 获取来源便来自于玩家击杀的任意敌人 在离线游玩时这算不上什么问题 因为血液精华只会在玩家进入游戏时才会消耗 而且玩家可以储备好可以消耗上百小时的血液精华 然而在公共服务器上 玩家如果没有每周登陆一两次及时补充血液精华 城堡可能就会崩溃或者是被敌对玩家夺取 时间久了这就是个麻烦事了 游戏中还有一点我比较不满的设计 就是城堡没有地下室 不能用来囚禁用作血液奴隶的人类 我希望把他们关押在复杂的地牢当中 但在目前的游戏中 我只能将他们关在地面以上的监狱当中 另一个值得玩家体验的新增内容 是裂缝入侵事件 给玩家在建造和制造的等待过程中 找到了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事 在这些活动中 玩家需要与一系列特定的敌人展开战斗 从而获得可以用在中后期的游戏流程当中的暗影碎片 除此之外 玩家还可以使用武器模板 去制作更强力的基础武器 这些模板可以通过购买和随机掉落获得 带有不同效果的词条 这位游戏增添更个性化的刷道具和装配体验 同时不会让玩家感觉过于随机 玩家不会在同一把斧头的12个不同版本里 犹豫徘徊 但如果玩家想为自己的装备配置 找到最好的装备 那么裂缝入侵就是最适合玩家的去处了 快节奏 需要玩家规划的ARPG战斗 是夜族崛起的一大亮点 并且可以说是当今这个游戏类型最突出的存在 解锁各种花哨 趣味十足且致命的主动技能 能让玩家搭配出一些不错的流派 我特别喜欢试血系技能 可以在战斗的同时治疗自己 此外 我希望游戏能有个耐力条 或者以其他形式 让玩家能有额外的战斗冲刺 因为基本所有操作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冷却 我个人倾向更精细化的资源管理和战斗消耗 游戏也鼓励玩家去思考使用防御或移动技能 从而避免在严峻挑战面前下按键盘 超过50多个BOSS设计 同样也是本作的一个亮点 从狂热的人类猎人 再到诡异的死灵法师 每个BOSS的战斗方式和人物个性都有所不同 并且几乎每场战斗都有着出色的设计 游戏后期中的BOSS行动会更加巧妙 并且难度进一步加深 总体来说体验还不错 主要问题在于部分BOSS的防御和区域封锁能力过于超模 玩家没有太多机会展开近身攻击 虽然可以换成手枪进行远程攻击 但我更喜欢用手头的武器将对方切成碎片 好在每个BOSS都有一套特定的技能组合 因此体验下来 我觉得夜族崛起并没有过度依赖 特定某方面内容来增加游戏难度 我也喜欢本作的艺术风格 在整体偏向风格化和卡通化的同时 并没有削弱其恐怖元素 无论是探索某某雾气 鬼影重重的森林 还是在窟窿横行的墓地里一路砍杀 又或是包裹在一片破步当中 潜入一处田园风光般的人类村庄 所有元素都清晰可见 玩家可以轻易了解战斗过程发生的情况 而环境设计师们也充分运用色彩 创造出各种情绪和氛围 而游戏配乐更是锦上添花 符合我对经典吸血鬼印象的配乐 凄惨哀伤的弦乐和悠扬的钢琴旋律 所有内容都恰到好处 而游戏的生存机制则进一步强化了 吸血鬼题材的真实感 游戏有着完整的昼夜循环 站在阳光下的短暂时间过后 会迅速消耗玩家的生命值 当然玩家如果小心谨慎 白天行动也是可以的 因为值得夸赞的一点细节是 环境中任何投下阴影的地方 都可以作为安全的避难所 甚至包括飘过的云朵 并且阴影在一天当中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阵舞要比清晨和黄昏更加危险 维持血液供应对玩家而言也是一样重要 这是玩家在战斗之外进行治疗的主要方式 玩家最后吸血的敌人血型 会暂时给玩家提供一些特定加成 例如盗贼增加暴击几率 民兵可以增加伤害抗性 伴随机的加成效果 取决于玩家猎物的血液品质 鼓励玩家寻找更加美味的特定猎物 并且这套系统能让我及时调整战斗风格 并促使我成为一个更精明的猎人 本作还有丰富的多人游戏选项 像是和好友一起在私人世界里 共建一个大城堡 又或是展开PVP自由混战 前者可以与好友共同取乐 而在公共服务器上 此前在抢先体验阶段遇到的诸多问题 像是被玩家占土地的 正式版里也有所改善 并且官方服务器在评测期间表现稳定 我也没有因为延迟或其他问题而输掉对决 夜族崛起在抢先体验阶段中精心打磨 从而让优秀的BOSS设计和富有挑战的ARPG战斗 完全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时刻流星灼热的阳光和日益减少的血液供应 打造属于自己那颜綿不绝 阴森恐怖的庄园 是推销吸血鬼题材幻想最有效 同时也最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方法 设置属于自己的私人服务器时 大量的自定义选项 几乎完全消除了漫长的等待时间 这些任务只有和工会一起游玩 即便不在线也能正常计时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各位夜族领主 让我们迎接这个时代最优秀的ARPG之一 同时也是最好的吸血鬼题材游戏之一 一同沉浸在这片月色之下吧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